做短注啊 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狗血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 就比方说我在300号还是同样的 我们有前台的24小时报案的 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短注团队接到个电话 就说有个客人是住在哪个房间的 他现在搬着一台电视下来 他说这是他的电视他要拿走的 他就问我们是不是这回事 然后我说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的短注客人吗 那电视是我们房间里的 就是不是他的 然后这个保安就把他给圈退了 把这个人的电视给留下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短注客人住在你的房子 他想偷你个碗 偷你个勺 这种事情你知道太容易了 放在包里的东西随随便便就拿走了 但是有人啊 就在这种有24小时保安和前台的这种楼里头 他插刺南非 拿个大东西人家都能看见的 他都想偷个电视 你就知道这些住短注的客人啊 尤其是这种治安不好的事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我之前视频说过 我有一个房子 有个短注客人来了 等他走了之后 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就像搬家一样 这个客人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 他可能付你了100块钱的房费 住了一晚上 然后他把你几千块钱的东西都搬走了 就这样的客人也有 然后有各种各样想免费住你房子的人 住在你房子住的挺好 都住了八九天了 等到临走的时候说 你房子有虫把我给咬了 你房子有什么东西把我给刺激到了 隔壁太吵了 我睡不着觉我神经衰弱了 他就是为了想免费住房 然后在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之后 有各种的理由叫你去防费 那这种低端的客人 你说这些赖房客 这些坏的人 你说我怎么能够预防呢 我怎么能防备呢 那我们现在做了短竹也做了两年多了 能够筛选差房客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房价 比方说你这房价订60块钱一晚上来的 40% 50%都是烂人 如果你这房价订的是200块钱一晚上来的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好人 就这个房价自动的就把这个客人给筛选 给屏蔽掉了 坏客人就给屏蔽掉了 那你说哦 那局势告诉我了 这方法好好啊 我做短竹房源 我把我的房价订的高高的 这样来的非富即贵 来的都是有素质的人啊 但是你得自己先有底气呀 就说你的房子你订了高价 人家会来 你得把你自己的房子 你刚开始选房源的时候 之后的硬装软装加上服务 就所有的配套系统你都得做得很好 这样你才能把房价给提高 你把每天晚上的房价提高 你就知道你这个短竹 短竹挣的钱会很省心 你挣的会很省事 因为你把那些所有的烂人都排除掉了 就说筛选好坏房客 叫你短竹运营能够上心 最重要的最好的一个标准 一个原则就是你提高你的房价 提高你的房价 自动的你的客源的质量 你就筛选出来了